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令人振奋的话题 中国品牌如何在全球市场上以高价位和高销量的双重优势脱颖而出 特别是天可喜的鸡,这个品牌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不仅成功立足 还创造了惊人的销售记录 在一个充满价格战的环境中 天可选择了走出一条产品战的创新之路 通过不断提升产品性能和设计美感 成功吸引了众多海外消费者 天可的喜的鸡在亚马逊上以高于竞争对手的价格卖出超过12万台 显示了它独特的市场竞争力 这不仅是个别品牌的胜利 更是中国品牌出海的新典范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个人投资者在债券市场的热潮 随着股市波动和银行存款利率的下掉 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选择进入债券基金领域 这一趋势对市场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两篇来自网易的文章 分别关注中国高端洗地机的全球化道路及公募基金 在债机零售业务上的发力 两篇文章虽涉及不同领域 却都反映了中国品牌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创新动态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篇文章 近年来,中国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展露头角 挑战重宠且机遇并存 传统上,许多出海的中国品牌往往采用低价策略 这虽然能快速打开市场 但也容易让消费者对中国品牌形成低端廉价的刻板印象 然而,天壳洗地机却选择了一条高端路线 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天壳洗地机是科沃斯集团的子品牌 科沃斯本身在清洁机器人领域 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市场经验 天壳通过定向研发策略 不断提升产品性能、科技含量和设计美感 从而创造出极致的用户体验 其产品在美国亚马逊上售价远超竞争对手 B.SEN.BISO 最高达699美元 但依然取得了惊人的销售成绩 在亚马逊Prime Day中创下了2.7亿元人民币的GMV 销量超过12万台 天壳洗地机的成功还得益于其对市场的敏锐洞察 比如在日本市场初期销量不佳后 公司迅速调整策略 推出了更为轻便的福万Slim洗地机 赢得了当地消费者的青睐 此外 天壳的产品屡获国际大奖 如德国IF2023产品设计大奖和美国消费者报告的推荐 这些荣誉不仅提升了品牌形象 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市场地位 对于中国品牌的成功 天可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案例 他告诉我们 高价不一定等于高风险 只要产品在性能 设计和用户体验上做出独特的优势 即使价格高昂 依然能够吸引消费者 这无疑为其他中国品牌 在海外市场的高端定位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接下来 让我们把视线转向第二篇文章 探讨公募基金在债基零售业务上的最新动向 随着个人投资者参与度的提升 基金公司在债券基金零售业务上 也加大了力度 推出了更多适合个人投资者的产品 特别是在今年 公募基金在中短债等 不同类型的债券基金上 布局明显加大 个人投资者的增加 一方面为债基市场注入了更多资金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大的波动风险 基金公司为此采取了多种措施 例如通过高等级信用债投资策略 来尽量规避信用风险 并加强了投资者教育 提升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天宏基金指出 债券基金面临的三种主要风险 为利率风险 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其中信用风险的影响最大 为此 基金公司采取了高等级信用债为主的策略 避免信用下沉 并通过择时交易来增厚收益 此外 基金公司在客户服务方面也不断优化 以适应个人投资者 对短期收益和风险控制的需求 个人投资者涌入债基市场 背后有多个原因 银行存款利率的持续下调 使得个人投资者寻找更高收益的投资渠道 而债券基金 以其相对稳健的收益和较低的风险成为了首选 尤其是近期股市波动加剧 更促使投资者寻求稳定的债券市场 基金公司在债基零售业务方面的发力 不仅是对市场变化的积极响应 也是对个人投资者需求的深刻理解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 个人投资者购买债基的渠道变得更加便捷 进一步促进了个人投资者在债基中的占比提升 然而公募基金和个人投资者在债基市场上的互动 也需警方悄悄板效应的影响 如果未来债市出现调整 个人投资者的敏感性 可能会导致债基市场的波动加剧 因此基金公司在布局债基零售业务时 需要更加注重回车控制 动态调整资产配置 保持长期视角 防止非理性决策 综上所述 不论是中国品牌在海外高端市场的成功 还是公募基金在债基零售业务上的发力 都反映出市场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升级 对于企业和投资者来说 面对竞争和挑战 坚持创新和品质 了解市场需求 并灵活调整策略 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感谢收看本期突发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高价也能卖爆全球 中国洗地机 闯出了一条新路 在全球市场 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中国品牌的出海之路 如同一场大航海时代的冒险 充满了挑战与机遇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国货走出国门 然而 许多品牌仍然选择低价竞争 导致行业利润被压缩 同时也让海外消费者 对中国品牌 产生了低价的刻板印象 然而 有一些新兴品牌 却在海外市场上 以高价位和高销量的双重优势 脱颖而出 天壳洗地机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洗地机这一产品 最早源自于美国 1979年 必胜Bissle推出了地毯清洗机 标志着洗地机的雏形 2016年 必胜Bissle推出了全球首款集锡 托洗于一体的Crosswave 1.0洗地机 至今已累计销售超过600万台 面对这样强大的竞争对手 中国的天壳洗地机 如何在海外市场中 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呢 天壳洗地机的成功 并非偶然 在亚马逊美国站上 必胜Bissle销量最高的洗地机售价为229.99美元 而天壳的销量最高款则定价249美元 甚至高于必胜Bissle 更令人惊讶的是天壳的中高端产品 售价在459至699美元之间 远超必胜Bissle的299至499美元 尽管价格高昂 天壳却在亚马逊的Prime Day中 创下了2.7亿元人民币的GMV 销量超过12万台 显示出其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天壳的成功归根结底 在于其独特的定向研发策略 与其说是价格战 不如说是产品战 天壳通过不断提升产品性能 科技含量和设计美感 来创造出极致的用户体验 比如天壳洗地机采用了无刷电机 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噪音 同时自动清洗功能的加入 极大的减轻了用户的维护负担 在产品设计上 天壳也下足了功夫 超薄设计使得洗地机 能够轻松进入低矮家具下方进行清洁 而红蓝环智能实屋设计则让清洁状态可视化 给用户带来成就感 每一次产品迭代 天壳都在清洁体验和智能化功能上有所突破 成为行业的标权 当然成功的背后离不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 以日本市场为例 天壳出入时销量不佳 经过分析用户评价后发现 日本消费者更倾向于轻便小巧的产品 于是天壳迅速推出了更为轻便的福万Slim洗地机 成功赢得了日本消费者的青睐 天壳的洗地机不仅在性能和设计上获得了认可 还屡获国际大奖 如德国IF2023产品设计大奖和美国消费者报告的推荐 这些荣誉不仅提升了品牌形象 也让消费者在对比中意识到天壳的优势 从而愿意为其高价买单 天壳的成功还得益于其背后的科沃斯集团 科沃斯成立于1998年 拥有20多年的扫地机器人研发历史 2018年在上交所上市 天壳作为科沃斯的子品牌 虽然成立时间不长 但技术积累深厚 科沃斯的支持为天壳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和市场基础 使其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迅速崛起 如今 天壳已经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成功典范 展现了高价也能卖爆的可能性 他不仅为中国品牌的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也为其他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树立了榜样 正如科沃斯和天壳所证明的 走出一条新路并非一时 但只要坚持创新与品质 便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一席之地 公募发力债机零售业务 在当今的金融市场中 个人投资者的参与度不断提升 公募基金公司也在积极响应这一趋势 特别是在债券基金的零售业务方面 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意识到债券基金 在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 基金公司纷纷开拓互联网零售渠道 推出适合个人投资者的债机产品 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今年以来 公募基金在中短债等不同类型的债券基金上 加大了布局力度 特别是在产品开发上 基金公司开始更加注重个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例如 博士基金的固定收益 研究部推出了一系列风险收益适中的债机产品 针对不同的期限和风险偏好 推出了更多细分类别的产品 以便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长城基金也表示 债机投资者的需求主要基于稳健理财 但在细分市场中 他们对风险偏好和投资期限的要求各不相同 因此 各家基金公司都在不断丰富 雇收投资工具箱 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在风险控制方面 基金公司普遍认识到控制净值回撤的重要性 天红基金指出 债券基金面临三种主要风险 利率风险 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其中信用风险的影响最大 过去一些债机投资于资质较差 流动性不足的债券 导致在持有人集中赎回时 基金净值在短时间内大幅回撤 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因此 基金公司将防范极端风险放在首位 采取高等级信用债为主的策略 避免信用下沉 并通过择时交易来增后收益 除了产品和风险控制 基金公司在客户服务方面也在不断优化 盈米基金的研究员李兆婷指出 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在资金量 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 机构投资者通常资金量大 投资期限长 风险承受能力高 而个人投资者则更关注短期收益和风险控制 因此 基金公司需要加强投资者教育 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 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长城基金强调 基金公司需要认识到 债基零售规模激增的原因在于市场投资 风险偏好的降低 而非个人投资者对债券投资知识的积累 因此 个人投资者对债基的追捧中包含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随着个人投资者比例的提升 基金公司在客户服务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特别是在债券牛市期间 公募基金在承接机构资金时需要更加谨慎 以防止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 个人投资者的参与不仅为债市注入了更多资金 增强了市场流动性 但也可能加剧债基的波动 博士基金的固定收益 研究部指出 个人投资者对债市波动的敏感性更高 这可能导致在市场调整时面临更大的赎回压力 尤其是在市场波动较大时 个人投资者的集中赎回可能会对债市造成流动性冲击 因此基金公司需要更加注重回撤控制 同时关注个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变化和股债市场的相对表现 以便在不同条件下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优化资产配置 汪璐分析师提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顺应市场周期动态调整资产配置 其次防止非理性决策 保持长期视角 最后多元化资产配置 以降低风险 总的来说 公募基金在债基零售业务上的发力 不仅是对市场变化的积极响应 也是对个人投资者需求的深刻理解 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 基金公司将继续探索更多创新的产品和服务 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投资需求 个人投资者涌入 发生了什么 近年来 中国的债券市场表现出色 吸引了大量个人投资者的关注与参与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债券型基金中个人投资者的占比已超过三成 创下近八年来的新高 这现象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市场逻辑和投资者心理呢 首先银行存款利率的持续下调是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利率的降低 许多个人投资者开始意识到 将资金存入银行所获得的收益 远远无法满足他们的投资需求 于是资金开始从银行存款流向了更具吸引力的投资产品 尤其是债券基金 债券基金以其相对稳健的收益和较低的风险成为了个人投资者的心宠 其次股市的波动加剧也促使投资者寻求更安全的投资渠道 近年来股市的起伏不定让许多投资者感到不安 他们开始转向债券市场 以期获得更为稳定的回报 尤其是在2023年 债市迎来了债牛行情 吸引了大量零售客户的资金流入 此外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 个人投资者购买债基的渠道变得愈加便捷 无论是通过基金公司官网 手机APP 还是银行 和第三方平台 投资者都能轻松地进行债基的购买 这种便利性 无意促进了个人投资者 在债基中的占比持续提升 在债券型基金的细分市场中 中长期纯债基金 一级债基 二级债基 以及债券指数基金等类型的个人投资者 占比均创下新高 尤其是债券指数基金 个人投资者的占比 已增至28% 在过去五年中 提升超过22个百分点 成为增长最快的债基 细分品类 这一趋势反映出投资者 对能够提供清晰投资逻辑 费用合理 且风险可控的产品的偏好 展望未来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个人投资者在债基中的占比 仍有上升空间 尽管市场环境 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当前居民的风险偏好 尚未见到扭转迹象 预计资金将继续流入稳健的投资品类 债市的整体向好 和个人投资者 对低风险 稳定收益的需求 将继续推动债基中 个人占比的提升 然而 也有专家提醒 股债市场的悄悄板效应 可能会影响个人投资者的热情 如果未来债券市场出现整体性调整 个人投资者在债基深熟上的敏感性 可能会导致占比的变化 因此 投资者在追求稳健收益的同时 也需保持对市场变化的警惕 总的来说 个人投资者的涌入 不仅是市场环境变化的结果 也是投资者对风险管理和收益预期的深刻反思 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 个人投资者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 以便在复杂的市场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都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